十球狂胜,十比一血洗,这是国祖历史性的时刻,但是球迷却一点都不满意 一点都不满意,没有真的打到中国人的水平出来,怎么可以这么打呢?你老是个骗子 可以说如果要像今天这场比赛要打的话,我感觉世界被冲出去的希望为零 虽然今天是赢了,但是这球表面的线线,他要是就像这样的队形,这样的技能去打 2002年的世界被亚洲区域选赛,米卢率领的巅峰国足向韩日世界被发起了冲击 而他们的首战便是亚洲渔南马尔代夫,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比赛 早在赛前国足就定下了个小目标,打击20球 大战一开打,高举进攻打棋的国足便实现了全面的碾压 开场仅仅13分钟,龙队徐英龙便用一记投球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在短短数分钟后,范大将军投球击中横梁 拼命三郎吴承英门前抢点,将比分改起了2比0 两球落后,马尔代夫摆起了大巴,开始了拼死防守 面对密集的铁桶阵,国足多名中前场球员都状态欠佳 队长马明宇迟时找不到状态 杨晨和谢辉之间的配合声输,右路的李明也有失水准 直到上半场临近结束,谢辉才终于用一记投球继一步扩大了领先优势 上半场捕食阶段,群龙再次投球破门,将比分改起为4比0 下半场一边再战,深思一脚远射造成对方门将脱手 谢辉门前强点上演没开二度 而短短两分钟后,范之翼范大将军同样高高跃起 头锤轰破了对方的球门 紧接着杨晨门前一脚近射,将比分扩大到7比0 59分钟,7比0 马尔代夫被打爆了,但这还远远不够 为了完成20球的小目标,国足三军齐出彻底压了上去 然而全攻之下却也给对方制造了机会 以60分钟,毛铁中场失误 马尔代夫抓住机会,一击得手 7比1,马尔代夫全场的唯一一次射门 就攻破了国足的大门,破了一大盆冷水 而这也彻底激怒了国足 短短一分钟过后,谢辉杰无声音过顶长船 一脚推射圆角将比分改写成了8比1 接着,范之一点球一蹴而救,再次将比分扩大到9比1 75分钟,9比1 在全场球迷的虚声中,表现千佳的马铭雨被替换下场 而马尔代夫也终于在此刻换上了他们的头号球星 乌马尔开始为尊严而战 严防死守之下,国足连续错失破门良机 直到中场前最后一分钟,李伟峰禁区内头锤破门 台中与两位数的比分结束了比赛,10比1 现场球迷虚声四起 纵观整场比赛 国足踢的卫手卫脚,配合毫无章法 二十力进球只完成了一半 还被对手偷袭得手,简直就是耻辱 彼时的国足球迷非常不满 然而他们不会想到 本以为这只是开始 却没想到已是巅峰